好 我們又回答Patrick的問題 他就說 早晨 他想問968信義光能 他就17.3持貨的 他說已經選手了不少了 什麼時候是沽出的時機呢 這一個我都覺得很失望 不過我先說一下 其實先說一些部署上 嚴格上你見到他的走勢 差就差了一段時間 昨天有些比較突破的情況就是 我們說這條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這條線位都跌穿了 所以理論上如果你真是相信這些投票派的話 跌穿了這個水平其實是要減少的 因為這個可以說是一個比較上一個很關鍵的位置 連這個位置跌穿了的話 意味著他的走勢真是很差的 但是我們聽到基本面的方面 其實我們的金服玻璃 為什麼這個板塊跌得這麼慘呢 是因為近來的玻璃格格仍然是下跌 你看到那個跌幅可能是兩三成的事 當然因為現在有一個比較淡貴 但是都出現了這麼大的跌幅的話 大家擔心就是到下半年的時間 因為當很多的產能開始釋放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一個更大一個價格方面 我知會有一個比較大一些的下跌 但是我會這樣看的 價格下跌你可以說是不太便宜的 因為現在很多公司 都除了你說可能送易高能也好 好像普羅里達也好 甚至乎資源公務了你說配股的 配股也好 都會再加大產能的了 其實我本身這個板塊未來的出國量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即使減少也好 以個量可以補到一個價格的 但是真的變成你說可能要現在的價位 所以如果你本身說你不是很等著用的 那我還是會建議你 可能先拿著貨 或者去短期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可以說再算 大概12.2樓上這個位置 但是如果你真的覺得 實際上還是差 甚至乎短期的時間 上不下這個位置的話 那你就真的有可能考慮一下 減一減榜才會比較好一點